咱们接下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指点 第一个指点就是我们讲的框架 因为我们最后我们是要用这个框架来搭建这个转型微乎的 那么在做正式成绩之前我们都要做一些入门 也就是掌握它的一些基本什么方法 那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死闻铺子 说到死闻铺子 大家可能肯定会脑海中会闪出这么一个概念 说这个东西到底和死闻铺子是什么关系 对不对 大家肯定会想到这种问题 那么它和死闻铺子是什么关系呢 咱们首先要说这个死闻铺子的诞生 从它的诞生开始说起 那么死闻铺子的诞生是在什么场底下产生的呢 那么在死闻铺子的诞生之前 那么大家真的用什么开发呢 我们说死闻铺子它本身是用什么呢 是用轻量级框架 对吧 是用轻量级框架 但是在轻量级框架产生之前 我们说现在当时的开发主要用的技术是什么呢 什么是易界币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技术了 那么易界币本身它就相对于轻量级来说 它是属于什么呢 是重量级的 很重量级的 那么所谓它的重量级 它是什么呢 开发和部署的什么呢 都很重 就是都很麻烦 那么我们说轻量级的产生 已经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后续也有产生很多的框架 包括什么 Strauss HarvardNet Malbert 等等 这些框架能产生都属于轻量级 那么这样 轻量级呢 就在我们加瓦开发领域呢 就占据了 占据了什么 王者地位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 说这个 死闻的代码呢 虽然说它是轻量级的啊 但是我们说它的配置 很多时候会很繁琐啊 换句话说这个配置也算是一个重量级的配置 那么这个体现在哪呢 就是我们在一开始使用Spring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又需要写什么 Xmail的一些注释 就是Xmail的一些配置 对不对 要写一些Xmail的配置 那么到了Spring2.5的时候呢 这时候触节产生了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 Spring是没有触节的 是没有触节的东西的 后来呢 就是人们说 这样的配置太麻烦了 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化呢 这时候呢 就产生了注解 它就提供一种注解的方式 来进行配置 那么通过注解的方式 是不是比原来配置 原来用那个传统的那个 Xmail配置 是不是简单多了 比如说我要引入的P 我是不是只要是给它声明一下 然后呢 加一个outware 是吧 或者说加一个resource 这么一个注解 它是不是就引过来了 就很简单 那么我们说 但实际上来说呢 这个时候呢 它也需要去 它也不能完全的避免 这些Xmail的配置 它不能完全去替代 那么我们后期呢 又发现了什么 又出现了什么呢 又出现了一些什么 死争三代名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加把的配置 也就是说 你这个注解呢 也不用写了 你可以写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写到这个加把类里头 加把类里面定义这个变 但实际上来说呢 你这么做的话 其实也是要配置的 也是要配置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说 虽然说死争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业务上的难题 或者说解决了这个模块之间的一个偶尔问题 那么实际上来说呢 我们在使用死争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 它有些配置起来 会稍微比较麻烦 会比较麻烦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说在学习死争的时候呢 有些人 就是对有些人造成了一些学习上的成本 就很多的配置 配置去很麻烦 我要搭建一个框架 正式代码没写的 我搭这个框架至少也得达个五六分钟吧 就快的话也得达个五六分钟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死争帮他就产生了 那么死争帮的产生 它的意义在哪 这个死争帮他呢 本身呢 他就可以 他的目标是让人 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 你的程序框架打起来 我们说以前我们在做一个程序的时候 要打很多东西 对吧 也依赖啊 加配置文件啊 还得改这个web.xml啊 这些事儿 挺烦的 是吧 居然没什么技术含量 对吧 但是呢 你做起来也是很枯燥 那么我们说 死争帮他的框架 他就可以让你什么呢 把这些步骤给你节省吧 啊 不能说完全节省 但是他会有极大的简化你的 这部分的工作啊 极大的简化你的工作量啊 那么具体体验的这几个特性啊 咱们要有个了解 第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提供更快的顾问体验 这也是我们说的 所以你要用死争帮开发 最快的话就是用死争帮的 啊 你用死争帮的话 很多的地方啊 你不用去考虑他具体怎么去去做的 他给你做了一个高度风筝啊 做了一个高度风筝啊 你就直接使用他的这个 风筝好的东西 那就可以快速的应用各种的技术 非常快 这是我们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开箱器用 没有啊 没有代码上升 也不需要xml page啊 而这个呢 其实也是死争帮的应用的一个特点 就是整个空城中 你看不到xml page啊 也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空城中 一般就看不到这个配置文件 看不到这种配置文件呢 xml这种配置文件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说 这个提供了一些 这个常的非功能特性 比如说什么嵌入出服务器啊 安全啊 这些什么外部配置啊等等 这些功能啊 他也提供了 另外呢 就是第四点呢 就是说 注意 他不是对死争增强啊 他不是对他的一个增强 他是什么呢 他是让你快速的能够使用死争的一种方向啊 就是让你们快速的去使用死争 他不是说啊 把整个死争给你改了啊 或者说啊 是死争的另外一个生成的什么方向 不是这样 他是什么呢 他是让你快速使用死争的一种方向 这就是死争增强的一个定位啊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啊 就是现在开发中呢 啊 经常也用这种方向的来开发一些微服务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啊 用这种方向来体验一下 开发一个短信的微服务啊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 嗯 简单的介绍啊 咱们就说到这儿